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这么准时 比我们时间还要早 看已经有很多朋友 在8点之前就已经在电脑前了 希望大家最近的交易比较顺利 那么在今天我们应很多老客户 尤其是莫老师 这个要求 还是给大家做一些 对于黄金最近的走势的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么黄金价格最近波动非常大 基本上已经是接近1900美金了 那这一波上涨行情中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赚到钱的 部分人还是亏钱的 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是空单 我们做空黄金的订单被套住了 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很久以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么持有黄金的股票 要么持有黄金的期货 作为黄金这个产品 一直大分的人 90% 我认为都是看涨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也不排除我们突然某一天觉得价格有点太高了 手一抖或者手一养 就想点一下空单 然后做空了之后 会发现这几天黄金价格 一天一个价 一天涨10美金 20美金 甚至50美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亏损就会变得非常巨大 因为黄金的波动相比股市 相比外汇 波动幅度还是偏高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降低自己的风险 然后控制自己的资金 管理好自己的仓位 那么还是先进入风险提示部分 比较严肃的跟大家做这个提示 也是因为ASAC目前 由于受到其他公司 像之前存在的Forest City 那么当时Forest City是 大部分的老外客户 在投诉之后 ASAC进行了新的监管政策 因此在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ASAC对所有澳洲本土的金融公司 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但凡有任何公司在澳洲做活动 不对不进行任何风险提示 或者是有任何保本行为的 那么本质上来讲 都是有一定违规嫌疑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明白 在所有投资领域 只要我们希望在十年甚至更久的一个周期里面 获得长期的一个回报预期 或者是不会受市场波动影响 自己亏损严重 那么一定要自己学会去做投资和分析逻辑 那么哪怕我们一开始盈亏都少一点 但是一定要坚持学下去 那么购买色呢 目前还是一句话介绍 那么有股票外汇黄金石油等等 包括指数等产品啊 那么其他的就不介绍了 资金方面呢也不再介绍了 澳洲现在监管更加的严格 所以大家资金的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因素影响啊 新州呢也开始了一些个别的案例 所以呢 整个澳洲呢 目前看来都不是很安全 所以呢 我们也是全部都展开了线上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 那每周三晚上啊 我们是有两位同事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 那么这个直播呢 我相信在全澳来讲的话 只有我们一家公司能做 因为啊 这个对于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上周呢啊 就是这周啊 这一次最近一次的直播就是昨天晚上 是两位女同事是给大家做的这个直播 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啊 差不多有七八百人观看了在线的一个直播 通过微信就可以看 如果是我们很多老客户 周三晚上还在GoToWebinar的这个电脑前 或者手机前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微信来看我们的直播 并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去 那么下周呢 是由我和Joy来做 那么8月5号呢 那一场会是我们邀请的一个神秘嘉宾 那么在网课的最后会给大家公布他的这个姓名 那么首先呢 还是上来应大家的一个需求 需要给简单的沟通一下黄金的一个价格 如果是大家谁在最近的黄金走势中啊 赚大钱了 在这个question里面打出来啊 说我是最近赚钱了 黄金赚了很多 让大家享受一下我们的快乐 那如果是亏钱了 也不必特别担忧啊 因为之后的一个市场呢 始终他都是有固定的一个价值回归 为什么叫价值回归呢 就是任何的金融价格走势啊 哪怕价格涨了再高 那么最后呢 他始终是要一个依托的 有一个信用凭证作为支撑 那这个呢 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价格 现在我们公认价格 黄金就是1880美金 那么等到明天 大家可能公认的价格是1900美金 那么到后天可能是1700美金 所以呢 这个公允价格或者是价值 它是会随着时间 或者是特殊行情变化而产生 异动的 每一天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哪怕现在在1800附近被套住了 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始终是会有一些操作方法和技巧 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风险的 但是呢 我们从长期来看的话 包括左上角这个图啊 是Alan讲 那么他在多次的网课和公开的直播中呢 也给大家说到了 黄金呢 他是全奥唯一 我认为是一个看到3000美金的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未来会涨到3000美金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任何时候 本质上来讲 做空的都是不太正确的 那么我个人呢 也在过去给大家讲过黄金的交易方法呢 就是我总结在屏幕上的这四点 第一呢 就是顺势而为 黄金呢 一旦上涨 可能都是50美金 100美金的一个上涨 那平时不涨的话 他就会横盘 所以说呢 正常的时候 我们要顺势而为 现在如果做空的话 属于逆势而为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长期走势 就是上涨横盘加上涨 大分时候 为什么黄金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形状 本质上来讲的话 还是根据我们全世界里面 货币超发的情况来 决定的 也就是说黄金本身 货币价值属性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拿着金条去美国也能花 去俄罗斯也能花 去中东也能花 所以说呢 他本身代表的是全球金融啊 或者是货币水平的一个标杆 那么他如果价格上涨了 证明全球发生了一定的货币贬值 也就是说本币肯定是发生了贬值 我们看一下最近几个月 各国印鞍行印钱的数量 少则印了30%到50多呢 是翻倍的在印 那么平均下来 我们看到了美元欧元 中国人民币都在印钱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购买力是必然下降的 所以呢 黄金上涨也是一个必然事件 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 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只要货币超发 黄金九成是上涨的 黄金是不能轻易做空的 除非唯一的一个可以做空是因为美元比较强 美元强的时候呢 黄金呢 需求就会降低 因为大家会更倾向于持有美元 而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啊 在最近的几年 除了去年开始黄金上涨 在18年 19年初 我们认为呢 黄金未来会涨 但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跟大家讲过 那时候黄金才1300美金 而白银才13块钱 未来长期是必然要上涨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被美元压得死死的 而现在呢 美元发生了一个变故 就是美国内部出现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所以说呢 美元被国际投资者进行抛售 那么黄金呢 就顺势上涨 而美国现在呢 也无暇顾及黄金的走势 第三个呢 黄金的特点呢 就是遇到突发事件 会突破原有的阻力位 上移50到100美金 形成一个新的震荡区间 这个呢 就是黄金的属性 长线是上涨的 所以说呢 但凡做空 我们都是一个周期性的 而我在过去几周的网课里面 也都讲到过 一旦我们选择一个产品做空 不管是黄金还是股票 一定要设一个止损 外汇可以不设 但是黄金和股票 这样有底部的产品 一定要设 也就是说 它是有底部 而上方是没有天花板的 上部封顶 下方有底 那么这样的产品 我们做空的时候 就一定要设止损 不然的话 我们的亏损可能会继续加大 那么作为一个比较 大家都已经是跟着 购买死做了这么久 半年到一年以上 甚至有很多客户 都是两到三年 那么我们在做空黄金 或者其他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写下来 我们做空的一个理由 如果我们只是凭感觉 凭兴趣去做空的话 没问题 那设一个止损 我们就当参与一下 快乐就是玩一下 就相当于去赌场赌一下 那么在真正要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思 黄金价格为什么要下跌 在这个时刻谁敢做空 所以我们就从三个因素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基本面 第二个是技术面 第三个就是参照物 从这三个角度 我们大家可以截一下评 那么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回过来再想一下 过去几个月的一个走势 跟我们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三个要素 是不是一致相关的 我现在看到有很多人留言了 说黄金这次亏死我了 那这位朋友呢是叫英 英先生还是女士 我也不太清楚 那么有一位是陈 陈是赚了 所以说呢 还是正常的任何的金融产品的交易 都是会有赚有赔的 所以说呢大家只要不伤筋动骨 那我们其实呢认为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 只是我们需要总结经验 那么基本面方面呢 我们要考虑的很多因素 那么首先是中美冲突 中美冲突现在又升级了 局部战争的风险是在加剧的 包括现在澳大利亚 居然今天把军舰开到中国南海去了 澳洲也参与进来了 那么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针对中国的一个质押或制裁 或者是限制 那么是愈演愈烈 而中国之后怎么去面对 按照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个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啊 因为对过去的一贯比较 说是缓和局势的这种做法呢 在目前的政府内部呢达不成一致啊 现在的中国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 因此呢在未来局部战争的风险是继续加剧的 而军工板块军工股票在未来呢 可能会有潜在比较不错的表现 包括美国中国 那么澳洲的军工板块呢 它的表现的会比较弱一些 因为澳洲没有什么军事啊 说实话 那么疫情第二浪 那么这些因素呢 基本上都是利多黄金的 包括债务危机 现在债务高企 为什么欧元现在涨的多呢 是因为欧元呢 现在又发债了啊 他没有印钱 他是政府借贷 那么未来还是要还的 借的钱越来越多 利息越来越高 还款越来越难 之后呢 就是失业率高企 现在呢 导致了很多公司倒闭 那么澳洲呢 相信大家也是有体会 第二波疫情来之后 发现很多原来的店铺都已经关店了 本来还有信心啊 在六月份开业 七月份开业还能活过来 那么现在呢 又挂了一批 那么之后呢 就是国内的矛盾加剧 在美国澳洲 包括中国 其实都是有一些的 相对比较严重的呢 就是在失业率高企的一些国家 像美国 那么澳洲如果是继续持续在百分之几的失业率 那么在接下来的九月份之后 如果大家的还还这个房贷 或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 其实后面还是比较麻烦的 因此呢 现在政府呢 就迫不及待了转移国内的一个政治矛盾 另外呢 最后就是长期的货币贬值 这个呢 是刺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 就是货币贬值 我们是需要保值的 任何在购买性做交易的朋友 我相信80%呢 都是希望保值保本 获得一个每年7%8%或者20%左右的收益不高 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几20%的人呢 可能是希望通过金融市场 然后做更多的一个超额回报 那么技术面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做空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 那么就是前期高点 1800美金或者1850美金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阻力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空单对于任何有价格的标的的 有价值的产品一定要设置损 因为它的价值会随着国际社会上发行的货币数量增加 而导致价格的最终上涨 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它的价格是10块钱 而我们印的钱越来越多 那么最终的价格可能会涨到12 13 14 所以说呢 我们做空的其实是一定要设置损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生产成本 像黄金的生产成本是1100美金 那么它呢 跌到1100美金就跌不动了 所以说我们买涨是不需要设置损的 在长期来看的话 第三个呢 就是最近的参照物 我们知道美元上涨的话 黄金是比较弱的 而美元呢 最近已经是完全打破了上涨的一个通道 那么我们也认为呢 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反转 非美货币已经发生了一个反转 而美元呢 在中期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 所以呢 参照物和基本面以及技术面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理由去做空 并且呢 这个价格黄金上涨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如果我们做空的话 还是一定要设置损 理性的人呢 现在呢 做空其实是不太明智的 因为没有太多消息面上的支撑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任何产品我们都要写下来 基本面非常重要 央行 政府的政治稳定性 央行以及经济 那么现在呢 都是利于黄金价格上涨的 除非这三大要素啊 之前讲过的三大要素 有其中一样发生了改变 我们才会调整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 大家说交学费了啊 还有人为问up pay 还有机会做空吗 肯定机会是有的 那么现在呢 不一定不是很好的时候啊 那么空单被套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这个呢 我相信是很多人希望了解的 那么每个人呢 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有的人钱多啊 那我就往里一直放钱就行了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我认为我们的资金呢 还是有限的 可能只有几万块或者十几万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资金情况下 如果我们不小心被套了一万块 或者两万块 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做 左下角这个图呢 是上周A50 A50的时候呢 上周我给大家所讲的 有一个案例 是我们一个客户呢 在一万六千多点做空 那么呢 我就跟网客的跟大家说 就是在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五点啊 当时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 做的网客跟大家讲过 我们每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切成两到三份 在一万五千两百多到四百多的时候 做空一次 在一万五千七百八百的时候 做空一次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这两次都订单空单 都已经可以进场了 那么对于黄金来讲也是一样的 所以方法是类似的 第一呢 就是判断最大能够支撑到的价格 就比方说现在账上呢 我们是有五万五万澳币 那么我们做空了黄金 那么价格呢 是能够支撑到一千九百二十美金 我就爆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大家就必须要止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支撑到一千九百二十美金 其实是很近的一个价格 如果我账上的资金 能够支撑到两千五百美金 我才会爆仓 那我就不需要担心 黄金空单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判断 目前账面上的资金 能够支撑到黄金上涨到什么价格 第二点呢 就是寻找反转的信号和点位 反转的信号怎么找呢 其实有很多方法 左上角这个图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些常见的顶部反转形态 大家上网自己搜就可以了 这些名字都很好听 什么头肩顶 三重顶 双重顶 微顶 圆顶 等等 很多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大家自己一会可以拿手机 或者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现在没有任何出现顶部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呢 就是黄金啊 黄金我们看一小时图形 一小时图形 右边是刚刚创出新高 两个小时前 三分钟也是 四小时图形 还在创新高 一天的图形 还在创新高 所以说呢 目前啊 黄金没有产生任何的顶部反转形态 我们看顶部反转形态呢 其实是需要至少两次到达同一高点 而没有上破成功 就下来了 至少有两次或者是最好是三次 所以呢 黄金呢 在顶部如果是通过一周的时间震荡 一直没有冲到1900美金 反而下来了 那那个时候呢 就会判断成为反转发生了 所以呢 现在反转信号还没有产生 点位呢 1880肯定不是反转的点位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根据我们潜在判断的反转点位呢 调整仓位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黄金还在往上冲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止损预期上移 或者我就干脆现在就止损 因为现在呢 没有信号出现 第四呢 就是反向 根据支撑位置 进行切割 判断多单入场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啊 是做空黄金被套了 我们希望黄金的价格下跌 对吧 现在是1880美金 那如果是黄金 跌到了1870美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多了 原因很简单 我们把他的关键点位做一个切割 可以在一小时图上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下 那么一小时图形 我会发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黄金分别发生了三次的一个盘整 那么再往前的话 一个支撑呢 就是在这1820美金左右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1840美金 这个呢 应该是1850美金 这个呢 是1870美金 所以说呢 这几个关键点价位呢 就被我们切根成了四份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 做空黄金的数量是四手 我们做空四手 那我们就要分四次进场做多 对冲我们的空单风险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每次进场 那么第一次可能进场0.5 第二次呢 可能进场0.8 第三次进场一手 所以说呢 整个如果有三次进场机会的话 我们进场的数量呢 就是2.3 如果最终价格 看右下角画个图 如果是最终价格呢 是这样黄金跌下来了 然后呢 又涨上来了 那其实呢 我们在后来进场了这几个多单呢 就能够赚很多钱 如果价格一直跌的话 那其实呢 我们的空单最终呢 就回来了 所以说呢 跟A50的做法是一致的啊 就上周我们讲过的A50的做法 然后再看下面 第五点 判断多单入场数量和止盈的价格 这个呢 是需要算的 那么刚刚呢 我举了例子 就是空单 如果是四手空单 我们多单呢 第一个进场价格 可以是0.5 第二个是0.8 就是加在一起 那总的数量 还是要小于原有订单的 那个方向上的数量啊 就是说加在一起 小于四手 或者是变成三手 2.5手都可以啊 只盈价格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判断 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的次数 如果我们认为震荡会产生两次 那每一次的价格呢 我们可能赚我们亏损出来的 20%的利润 那么两次之后呢 我们亏损 假设亏损1万块 现在呢 我们就赚回来了4000到500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波段来讲的话 我们的风险降低了 而利润呢 也会放在口袋里一部分 最终的价格 如果是回落的话 我们统一全部平仓 离场 所以说基本的几个被套之后的一个做法呢 策略呢 就是这六步 大家可以记下 除了黄金之外 如果是有股票啊 或者是其他的外汇 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没有给大家去介绍翻仓马丁类的策略 是因为那样的策略对大家来讲太危险了 马丁策略呢 就是如果我在这个价格亏钱了 我在下一个价格我会买两倍的订单 然后再下一个价格我买四倍的订单 这样的情况非常的风险非常高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反向对冲 而不是完全的锁仓 只是根据比例和入场点 把位置切割出来 切成不同的点位 这些点位的来源呢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的是价格聚集区 就是说在这个价格 1870 1860 1850呢 会发生大量的多单或空单的一个争执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发生反转或者阻力支撑就比较强 对我们的判断也是有利的 那么反转点怎么去找 现在很多产品呢 我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了反转点 然后一直拿下去 拿到他在下一个新的反转点出场啊 这个出现之前离场 这样的话赚取的利润是最大的 那么在左边的有一个图啊 这个反转是非常容易看到的 它是一根斜线两条平行线 就一根斜线会打到阻力或者是支撑点上 那么两条平行线呢 这个一二三就下来了啊 红色的是这个平行线 大家应该是能看懂啊 我就不解释了 它是一个空单的反转啊 就是黄金如果是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出现反转 我右边用一句话进行了总结啊 叫底部或顶部未创出新低或新高 那么破线反转 就是跌破原有直升线 跌破蓝色这条线 它就会发生反转 而之后呢 它再反过来 没有长破蓝色的线 我们看到买一点 那个绿色画出来的圈 那个呢 就是最佳的一个入场做空的点位 而之后呢 连续跌破红色的线 红色的平行线 就是意味着反转完全发生了 可以继续持有 这个图呢 是欧元的图 我们看到 那么我给了四根线啊 那么第一根大家就不用看 看这四根 这三根啊 这根线 我是拿这个笔描出来啊 这是一根阻力线 然后呢 这是两根平行线 对吧 跟我们上一张图形是一样的 就是一根线 然后一对平行线 那么证明了欧元呢 其实突破了这个阻力线啊 这叫阻力线 突破阻力线之后呢 进入了这个平行线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跌破平行线 我把它清除掉 在这儿啊 两次没有跌破啊 没有跌破 所以呢 最好的入场点就是这里啊 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图是一样的 这里然后进来之后反转 然后突破 在这里突破平行线 然后继续持有 趋势改变 反转 这就是反转的一个形态 比较好用 也比较简单 有人问我这是小时线吗 是的 其实看小时线 或四小时线都行 因为我们的交易时间呢 不会特别长 大家持有的时间 一般都是几天啊 或者是一两个星期 所以这样的周期呢 看小时线就可以了 好了 对于刚刚的技术分析啊 因为每次呢 我们呃 我不太喜欢介绍技术分析 是因为我认为 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做任何的技术上的判断 首先都要有基本面 作为一个依托 而技术上来讲的话 只是我们做交易的一个辅助判断 啊 但是呢 会提高大家判断的一个准确度 包括欧元的这一次反转和黄金的连续上涨 其实呢 大家都应该记住 然后止损啊 或者是空单被套 或者多单被套啊 就是一旦我们出现浮亏浮亏比较大的情况下 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进入比较简单的一个话题啊 内容 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新的问题 现在人数已经是100多人了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活动和网课 那么黄金 有人问黄金现在可以进吗 其实如果我们手上没有黄金的股票和黄金的期货的话 那么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中长线持有的产品来看的话 那么现在也是可以进的 但是现在进的话 我们其实放的时间呢 就是未来的三到六个月的一个时间周期里面 而我们进场价格呢 也是要切割 比方说1870附近 我们可以进场0.1 0.2都行 对于一个5万块钱的账户来讲的话 我们进场的那一刻我们就要去算 如果是0.1的订单的话 那最多是跌到1400美金 1500美金的话 我们会亏损300美金 那么0.1的话 我们就是会亏3千美金 对于5万的账户来讲的话是很安全的 所以说呢做长线投资的话 我们就要计算这个产品最大的跌幅是会跌到哪里 只要我们的资金足够 我们就可以任何点位进场 那么最终呢赚钱赚多少出场 就是我们自己去根据情况来定了 好了 技术分析的情况呢 就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现在在中美激烈冲突的情况下 怎样去做一些消息类的交易机会 包括昨天的香港恒生指数和中国China50指数 在尾盘时候暴跌 那一波我相信很多人是做到赚到钱了 只要我们手上有手机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那么现在呢美国方面呢 因为最近两到三件事情 应该是三件以上 一个是大使馆 另外一个呢是抖音和华为 这些事情对中国目前的封锁是愈加的紧密 并且呢在军事上呢 也是拉了很多盟友在中国的南海呢 进行一个试压 而美国方面呢 对中国的几家企业啊 现在的打压力度也是非常强的 首先就是抖音 他认为呢抖音是中国的官媒 或者是认为抖音呢 在窃取美国居民的一些啊信息 个人信息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很多人呢 现在其实在海外都是会用到抖音这种设备 或者是微信 那么老外用微信比较少 所以说呢 之前老外不太在意 而美国政府呢 现在认为呢 抖音已经是在海外进行了一个大量的扩张 因为海外用户应该是超过了三亿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可以搜集三亿以上的海外人士的啊 或者是老外的啊 个人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密码账户搜索习惯搜索引擎 包括其他的一些用户生活上的习惯 都是有可能搜集到的啊 因为我们在手机 其实呢里面已经打开了很多APP 这些APP呢会随时去搜索我们的定位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一直宅在家里 那这个呢 就是长此以往 他就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宅男 如果我们的手机定位呢 经常来回跑啊 两点一线 那他会评分 让我们是是一个三好先生啊 是一个好孩子 认为我们就是两点一线 如果我们天天换地方 那他可能会把我们评价为啊 这个商务旅 这个商务人士啊 因为经常要出差 所以说呢抖音或者其他APP 都是有同样的功能 就是首先就是一个定位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抖音里面的搜索习惯 现在呢都是人工智能AI 跟我们的算法 给我们推送啊 我们所喜欢的内容 而这些呢 最终是被收集到数据库里面 进行一个存档 这样的存档行为呢 是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的 而这个情况呢 我们其实在过去也讲到了 中国政府现在目前呢 是内忧外患 很多华人呢 其实在海外啊 对执政党来讲啊 他们就说大家认为 执政党的这个能力有点弱 啊 但是呢 这方面我们不发表任何的评论 啊 因为涉及政治隐私 这个隐秘问题 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就是对于一个国家 比较重要的机构 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哪两家机构比较重要 不是军队 也不是警察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呢 就是央行啊 以前呢 有一个家族 叫做罗斯柴德家族 他说呢 我不需要掌管一个国家 我只需要掌管这个国家的货币 铸造权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谁一旦有了这个国家的法币的制造 或者是铸造权 那么就基本上等同于掌控了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 政府呢 除了白宫 还有美联储是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 那么第二个机构呢 就是媒体了 尤其是官方媒体 而媒体呢 将会引导一个国家的社会导向和政治风向 在特朗普选举期间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特朗普通俄事件啊 包括特朗普利用推特和Facebook进行统计学 或者是数据上的一些引导 就是我们当打开搜索引擎 打开推特的时候 发现推送的都是有利于特朗普选举的一些言论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不自觉的就去点击特朗普在投票的时候 那么包括晒出特朗普在年轻时候 一些比较振奋人心 或者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片段 那么会激发大家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好感 而这些好感呢 不是来自于对他政治能力的一个考量 而是来自于大家视觉上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呢 媒体利用的就是狂轰滥炸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澳洲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套路 那么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 现在是步履为艰 包括华为呢 现在这个任正非的女儿 已经是被这个监管了差不多600多天了 在我也忘记是加拿大还是美国了 所以说呢 还是很严峻的 而欧洲各国呢 现在包括英国呢 之前跟华为谈的是没有问题 在英国建设5G的这个网络 那么现在呢 也是把华为踢出来了 这个违约踢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政府方面 政策方面呢 对中国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包括有可能未来会下架 继续下架中国其他的一些APP或软件在海外 那么现在呢阿里巴巴我相信前段时间大家也赚到钱了 阿里巴巴呢 目前大家可以抛了 我们呢 虽然是比较爱国的 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市场的及时的消息变化 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但凡在海外以前呢 我们是认可中概股的 就认为所有的股市都涨了 美国科技股都涨了 那么中国的阿里巴巴或者是一些像拼多多 这种呢 中概股 中国科技股还可以继续持有 那么到现在呢 大家就要松手了 放手了 在中美关系没有完全缓和之前 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是处于弱势的 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做空 但我们现在的持有的中国海外上市的股票 基本上可以适当的抛一些了 并且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洲公司的股票 在未来的持有呢 大家可以要适当的调整 降低持有的比例 说到这个 华为 就是说大家认为华为呢 会盗取中国的 这个海外的一些机密啊 包括这个抖音 那么其实呢 在美国自身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人呢 叫做斯诺登 之前传闻 给这个海外政府爆料了很多美国内部的一些监听秘密情报 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其实生活在美国政府的监听背景下 所以说呢 其实监听啊 和这个包括此前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啊 苹果公司给美国政府中情局开一个后门 能够搜索和跟踪所有苹果用户的地址和信息 但苹果公司拒绝了啊 所以说呢 美国公司其实呢 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大家都有同样的APP和手机啊 都是能够搜索到我们个人的隐私 只不过呢 美国的政府呢 无权要求企业做什么事情 他只能通过税查税啊 或者是司法的手段 但是呢 这就是美国人顾虑中国的地方 就是中国政府要求啊 华为怎么做 那华为就基本上必须要怎么做 那么这个呢 也是美国政府所担忧的地方 但是呢 从啊 这个曝光的一些监控情况 或者是情报来看的话 其实各国政府都是对本国居民有一定的监听和监控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总结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国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和和中国有往来的一些像A2奶粉啊 这些公司呢 我图像我们要做适当调整之外 我们还要认识到一个客观性 就是我们言论自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呢 新闻和消息也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政府呢 会希望我们去听到某些消息 因此呢 他会潜在的给这些 包括我们澳洲3CW广播 包括我们好多ABC News 7 News澳洲本土的 那么本身都是有一定的倾向性 所以呢 我这里有一个叫人性的双标啊 就是美国推特 Facebook之前引导特朗普选举成功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女友回家的故事 就是当 假设啊 我回家晚了 Jacky回家晚了 今天 那么女朋友可能就会埋怨我说 你怎么回家这么晚啊 也没有打电话 关系就是 也没有提前报备啊 那么就批评了一顿 那么第二天呢 结果 哎 我女朋友回家晚了 那这个时候我说他 哎 你怎么回家这么晚 结果反过来 他又说我 说我什么呢 啊 说我为什么不关心他啊 这么晚没回家 也不知道给他打个电话 关心去接他回家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双标的行为 这是人性本身所具备的一个 包括美国政府呢 也是对海外呢 尤其是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 绝对是有一个双标 那么右上角呢 是一个大使馆的事件 相信大家现在也是看新闻了 说中国休斯顿大使馆呢 被要求三天之内撤离 那么据初步的了解呢 起因就是因为美国 美国外交官要进入武汉大使馆的时候呢 在中国武汉大使馆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而美国人呢 是希望绿色通行道啊 不进行人工这个这个DN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血样样本的检测 核酸检测 因为怕美国外交官的信息呢 遗漏在中国政府手里和中国的数据库里 而中国肯定不让啊 对吧 你又没进行核酸检测 那我凭什么让你进来 而美国外交官呢 在进入其他国家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有携带病毒的前科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就不让美国外交官进入中国武汉 那么这个时候呢 美国政府呢 就突然宣布了要进行一个平等对待啊 所以说呢 就要求中国的在休斯顿的外交撤出休斯顿啊 而其他方面呢 我们看到海外媒体上的言论呢 其实大家就是看看就行了 因为有亲共的 有反共的啊 所以说呢 比较极端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更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客观的评论 而我们自己的行为呢 也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啊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官媒 那这个也是长期的一个进化 导致我们希望融入身边的一个群体啊 所以说在投资和交易上来讲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到一个逆人性 反身性或者是逆人性的一个交易策略 那么当股价上涨到一个极端的时候 我们就要冷静下来 不是去盲目的追涨 包括现在的黄金价格 你说可以上涨没问题 但是呢 数量上一定要控制住 那么有人就想做空 因为觉得价格高了 但凡是我们觉得 我们认为的这些没有 客观事实依托的 没有数据和理性支持的 那其实都是一个凭感觉做的判断 那么本身就是人性主导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 做一个逆人性的理性投资者 那么总结下来的话 目前发生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到的表现呢 国家的言论自由不一样 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那么之前大家也都了解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其实发现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但凡利益不一致 我们就是靠实力说话 所以说在中美冲突后期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目前不愿意再做任何的妥协 而非常的强硬的去表态 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这两天 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表现来看 还是一如既往 那么美国股市呢 轻微下跌之后 在美国开盘之后大幅上扬 而中国股市呢 下跌 这个跟去年贸易战是一样的 就是一旦中美冲突的时候 美国照涨不误 照样上涨 而中国的A50就会受到影响 开始下跌 但是呢 我们今天也是跟预期一致 但凡A50下跌 那么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 一会儿呢 我会再给大家去讲到啊 这个China50的短线交易 那么现在我再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A50和香港套利的比例怎么分配 这个Ryan的听众啊 这个A50和香港套利的比例怎么分配 这个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他证明看了我们的报告 什么报告呢 就是我们在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呢 我们会之前讲过啊 中国A50呢 因为是中国大盘3000点 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政府的资金作为支撑 而香港方面的游资或者海外资金更多 在中美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香港市场的跌幅 肯定会大于中国股票 A股的跌幅 因此呢 在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A股上涨的概率和幅度 大于香港恒生的上涨幅度 而下跌的时候呢 香港恒生下跌的幅度更大 所以说呢 就可以产生同时做涨 A50和做空香港恒生的一个套利方案 那么幅度和比例的话 比例基本上是按照 计算出来的美金计价 1比1就可以了 因为两者你要1比1 如果是2比1 这个比例就不对了 所以说呢 你要做到一个完全套利 就是要计算美金价格 比方说 Tina50是15000点 那么香港恒生呢 是23000点 那你换成美金之后 按比例来计算 好了 基本上 这部分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还是可以在question里面打到 这个打出来 然后呢 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 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Jacky不喜欢做这个技术分析 而是总是喜欢跟大家去谈这个规则 或者是一些规律 其实规则呢 是帮助我们去判断方向的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我们的钱在贬值 大家跟着我去顺着看下去 手里的钱都在贬值 因为放在银行的存款 现在已经没有利息了 那么购买力是在下降的 央行一直在印钱 政府一直在发债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很自然的 钱贬值了 我这个钱就要找出口 所有的听众 今天在这里 都是为了让我们的钱升值 钱赚钱 所以我们要找出口 那么并且要找到买什么东西 才能不贬值的 包括我们华人去买房 都是希望他不贬值能升值 所以呢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 以前这个情况没有人去auction 没有人去竞拍房子 那么现在的资金呢 都到了可以远程控制的股市和黄金里面 为什么是这两个啊 就是我们每次在解决上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是股票和黄金 因为股票的黄金第五点流动性好 对吧 股票我们今天买 今天就能卖黄金 这一秒买了 听完网课就可以卖了 本身能产生收益 黄金啊 本身是可以产生收益的 股市本身可以产生收益 黄金产生的收益有点小啊 甚至还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啊 因为它本身产生收益 其实就是一个货币等值啊 保值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它的保值性 那么股市是产生收益的 第三点呢 就是有增长空间啊 股市公司 还有黄金价格都是有增长空间的啊 第四个呢 就是全世界都认可 那么大家认可澳洲的股市 认可黄金国际通用 第五点非常重要 有法律保护啊 并且呢 是通用的法律 就是我们在购买自己买股票 买黄金啊 那你买了就是买了 卖了就是卖了 对吧 不可能说 哎 我去拍卖行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卖便宜了 黄金 现在是1800卖掉了 结果涨到1880了 我想要回来 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有法律的合法保护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股市和黄金是目前市场上选择的 那什么时候能涨到头呢 我们就问 那么什么时候能涨到头开始下跌 那么就是在机构资金出逃的时候 机构又什么时候才会资金出逃呢 就是第八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个一个问起来 就会发现越来越简单了 那么就是在机构需要还钱的时候 机构的资金才会出逃 像三月份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就是机构需要还钱 机构没有钱了 就必须要抛售 抛售就会引发踩踏事件 踩踏事件导致机构资金出逃 那么股市暴跌 黄金暴跌 所有金融产品全部暴跌 那我们就要问了 什么情况下机构需要去还钱 我们知道机构都是借钱的 机构没有自己的钱 什么基金公司 对吧 什么投行 那么基本都是拿股东的 或者银行都是拿储户的钱 去做投资 那么就是在股东 基金 储户 所有投资者取款的时候 比方说银行 大家把钱全从银行取走了 那银行没有钱去放贷了 这个问题很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没有钱去放贷了 而基金或者是其他投资银行 投资公司的股东 大家把钱撤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基金没有钱了 他就必须要卖股票 对吧 卖黄金 卖完之后 自然价格就下跌了 那我们就接下来去问 为什么投资者要取款 对吧 所以说当我们一层一层 把这个问题列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所有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 都是有一个必然性 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的解释了 三月份和到现在的一个市场走势的 一个情况 好了 大家稍微休息一分钟 刚刚讲的有点过快过多 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老样子在问这question里面 去打出来 有人问TWE看高到多少 我记得前几天发了一个短信 如果是没收到的话 跟我们小助手说一声 短信的话 让大家去买入TWE 应该是到11块5还是11块几 我认为你记不太清了 但我认为会 再持有几天 因为现在中美的情况 也会影响红酒出口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做一个 给大家一个小福利 就是8月5号和8月6号 我们邀请了戴若顾比先生 戴若顾比先生 是澳洲应该是最出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那么本人 本身他也是做投资的 也是有自己的基金和私募 那么在中国市场和澳洲市场 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这一次疫情 他也是大转 为什么 因为他的戴若顾比均线 是非常的好用 基本上是完美的走完了 下跌和上涨的两大浪 因为中间没有回调 对吧 他就是一个微型反转 所以说戴若顾比先生 应该是大转 那么左边 就是他出的书 8月5号 是由麦克 王一维 我们的整个澳洲负责人 那么给大家做同声传译 8月5号的时候 那么8月5号的网课 也就是会变成微信直播的形式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 安排好时间 还是晚上8点 内容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就是中美对抗 那么从一个老外机构的角度 来去看待中美对抗的一个 他们所理解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澳洲本土遭遇第二波疫情 对澳洲股市的影响 第三个 就是未来哪个行业 哪一个股票 才是我们机构 他们机构会选择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戴若古比个人呢 推荐未来六个月 最有潜力的产品列表 这个呢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 是未来六个月 最有潜力的产品列表 是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有人说是11块8毛5 然后那一天到了11块7毛5 差一点点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就是出口类的这个产品 然后最后呢 就是A50的这个 那么也是跟大家讲啊 如果是没有昨天的这个消息啊 那么其实A50的表现应该会更好 而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了中国A50的 今天是开盘是低开 然后呢 中国大盘呢 是中间是暴跌到2.4% 然后尾盘又拉回去了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中国银行 在中国做A50啊 一定要看这几个权重股啊 之前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呢 是中国银行 大家看到右边的是他的日线图 从3块钱涨到3块7啊 最高点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回到了3块3 3块4的这个价格 基本上把之前暴涨的那一段啊 全部给抹平了 抹平了 这个是好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A50呢 其实没有跌太多 我们发现 A50其实没有跌太多 而银行呢 已经是抹平了之前所有的涨幅 这个是A50的日线图 啊 日线图 按理说呢 他应该跌到什么位置呢 应该跌到这个位置 对吧 而银行现在已经跌 完全跌下来了 但是A50没跌 就证明银行一旦启动的话 A50会很快突破前期高点 就是银行再涨 跟前段时间一样啊 这么多的一个涨幅 那A50的话就会上涨这么多 所以说呢 这对整个A50的中长线投资者 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情 而现在唯一不确定的 就是中美目前的一个冲突 到底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有多少 那么今天看到的情况呢 就是啊 虽然有影响 但是呢 完全在预期内 就是先跌后涨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收盘的价格呢 是下跌0.24% 基本上是属于没有影响的 而今天收盘呢 也是一个下影线啊 下影线收盘呢 就意味着后市 其实是比较看涨的 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图形啊 一个是十字星啊 这个底色是黑色啊 这个不是很好 啊 这里 我黄色画出来 这有个十字星 对吧 然后这是下影线 所以说呢 未来呢 其实还是比较看涨的 A50在没有任何中美 进一步升级的前提下 所以我们还是依旧 可以适当的布局一些 有人问 A50是一个指数 期货指数 它跟股市现货之间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A50的走势和这个上证指数 走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为它代表的是 50家 5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 包括工商银行 包括茅台 对吧 像今天工商银行 基本上没怎么跌 一直在互盘 大盘跌了2%点多的时候 它也就跌了1% 而银行一直没有启动 我们再看一下茅台 我们看到 今天茅台的护盘还是比较厉害的 最多的时候 是下跌了1.4% 而尾盘就拉升了 最后是只下跌了0.12% 所以说这些权重股的护盘意向 还是非常强的 而茅台最近几天也是一直横盘 作为中国 被最有争议的价值投资 所以说茅台在未来 很难大跌 它会调整 但是很难大跌 如果茅台不大跌的话 中国的牛市就还没有结束 这个呢 就是看中国茅台和中国的银行 导致这个中国A50 还是有上涨空间的 茅台会不会洗走 最近户指权重股载感 茅台应该不会的 除非是国家认为茅台 所代表的含义不太好 就是你一个卖酒的 怎么会这么值钱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去考虑的 然后对于黄金的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做交易的 还是以短线为主 因为现在的话价格确实有点高了 如果是不愿意观望的朋友呢 现在我们就看一小时图形啊 这个是一小时图形 其实一小时图形的话 它已经是走得非常强了 之前带入固比均线啊 大家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红色均线 始终是在蓝色均线上 多头排列 非常强的一个多端走势 对吧 非常强 那么底下呢 全都是支撑支撑线 各种各样的红色 蓝色 然后黑色 好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最后再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做空或做多啊 一定要有一个总结 那么从基本面 技术面 还有参照物 任何产品一定是有参照物的 然后去看一下 有没有理由去做空或做多 另外呢 第二个讲到的就是反转 最基本的 最好用的 简单的一个反转 就是一条斜线 两个平行线 那么就是欧元的这个图形 一条斜线 两个支撑线 第三个呢 就是目前中国A50啊 虽然内有外患 但是我们看到的 美国股市一直涨 那么中国股市也不能失落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多想一步 我们想的很多人 就是想第一步 我们要想很多步啊 就是想到底 想到根上 然后发现 市场一定会这么做 那我们就去做 最后呢 就是8月5号的这个 大家是有时间 还是要多看一下 另外呢 今天的这个短信提示啊 我看一下 有没有成功啊 一般我们的短信提示呢 都会给大家去 尤其是我啊 肯定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止损的 那我看一下五分钟的图 那么今天的短信提示呢 是周四啊 Jacky给大家发的短信呢 是 这里找到了 是看空 澳元堆纽币到0.7110 止损0.7170 啊 今天白天还有客户问 哎呀 怎么一直在涨呢 如果大家只因为几十个点啊 就不要问了 因为几十个点呢 一天的波动还是很正常的 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止损呢 还是非常近的啊 所以说亏钱不会亏很多 0.7110的止盈和0.7170的止损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价格走势 最高的价格呢 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最高呢 是涨到了0.71615啊 就是没有到0.7170 7170是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今天最高也没有打到止损 而现在的价格呢 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下来了 距离我们止盈的7110的位置 已经很近了 还有十几个点啊 15个点左右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另外呢 周三呢 给到大家的是这个 SX200是看涨啊 到6015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应该是已经到达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短信 今天没有收到短信提示 问一下小助手 怎么调出顾比均线 顾比均线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画啊 那么我就再讲讲最后就讲一遍简单的画一根啊 在indicator里面 插入指标指标里面有这个 moving average就移动平均线 然后呢 这个黑色的呢 就是169天 然后红色的呢 我可以改成红色 红色的话 它就是短线 就是5天15天 25天30天 然后点 假设 我改成25天 然后点确定 它就会加出来啊 这条红色的线 就是我刚刚加的 所以说呢 带若古比均线 就是把一堆均线 加在一起 如果是想要带若古比均线的 这个模板 我们是有模板 跟我们的小助手要一下就可以了 平时怎么看这些最新的消息 用这个就可以 一般华人的话 看中文的用金石就行 老外的话 其实网站比较多 如果是想要知道老外的 这些网站 跟我们的小助手 也是说一下 留一下言 那么金石数据呢 这个网站呢 手机上也可以下载APP 怎么划线 划线的话就是 两个低点或顶点 连成一条线就行 比方说这个黄金 黄金 我们看它的低点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先画这个 对吧 黄金呢 我们底下会有三个四个五个 全碰到的这根线 那么就叫做支撑线 一旦支撑线被打破的话 它就会启动 而启动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我连接了它的底部 然后这是一个上升通道 然后第二个上升通道 就在这里 又是连接它底部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它上升速度是再加快的 预见这种消息 大使馆的消息 或者是被炸了 或者是怎样 是这个被赶走了 那么我们第一反应 就是判断它当时 直接受到影响的一些股票 或者是外汇 或者是期货 判断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找还没有下跌 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 然后去追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看到消息 一小时之后再操作 基本上就晚了 如果看到消息半小时之内 15分钟之内是最好的 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的话 比澳元对美元要强 所以说呢 基本上是 到1.16附近了 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图啊 这个是五分钟图 它已经是站在了这个支撑线 黑色支撑线上啊 所以说呢 它也多次没有跌破 目前短期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 然后15分钟线也是 30分钟线应该也是 对 它现在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只有当它跌破了这个红色 跌破蓝色 跌到1.1570以下 它的上涨趋势才会被打破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 那么 呃 下周 周一是grant的课 然后周二 是我们的网课 周三呢 是呃 直播 周四是网课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么如果有时间 非常欢迎大家 每天这个八点 继续看 然后短信啊 如果大家没有收到的 跟我们小助手说一下 那么祝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